男子打开门蒙了 眼前这些并不是猫 而是兔孙 半年前他救助一只受伤的 结果现在拖家带口来 看来是找到免费的饭票了 兔孙看起来毛茸茸的很可爱 主要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寒冷的地带 因为缺乏食物 有时他们会进入人类的居住地 甚至闯入院子内 他们比较注重隐私 如果被围观受到惊吓 可能会绝食或者拒绝跟异性谈恋爱 所以过去人工繁殖很难成功 在部分动物园能见到兔孙 很多游客被他超浓的外表吸引 猫科动物都是优秀的猎手 兔孙也算在内 但其臃肿的身材 时常会影响他发挥 在野外 他们以捕食老鼠跟鸟类为主 这只兔孙盯上了一只耗子 瞬间发起攻击 然而因为速度不够快 结果吃了一口血团 很多网友说他们很萌 你可别被他可爱的外表迷惑了 他不是宠物猫 体重甚至会超过十斤 战斗力可要比橘猫强很多 在气质这块一点不输给狮子老虎 因此他卖蒙起来吸粉无数 看着一脸人出无害的样子 这两年引起了众多网友的注意 有些兔孙比较害羞 甚至不敢直视人类的眼神 在动物园里不敢谈恋爱 这就是很难人工繁殖的原因 你看他胸起来时也很吓人 这点家猫可比不上 不过打架的招式跟猫咪一样 都是使用他们的独门绝技猫拳 然后再对骂 野外生活的兔孙并不容易 本来在寒冷地带小动物就不多 加上天上还有可怕的天敌 一些大型猛禽 相比于动物园里的 日子就要好过很多 至少每天有现成的食物 它们要比家猫更机灵 为了躲避天敌 它们时常躲在十分钟 当然如果你遇到了 可别想太多 人家可是保护动物 对生活环境要求也高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它 可以去动物园瞧瞧 但多半都是看你不爽 然后拼命地抓玻璃 那你就别再激怒它了 影响人家谈恋爱的心情